Hello大家, 新聞專題時間 我們今天講講屈永賢小姐一篇文章 昨天發表的 裏面有些東西我想拿出來講講 首先他講了為何政府專家組 德梁卓偉、袁國勇、福田敬義和許樹昌四位學者 抗疫專家組的醫學學者 因為他們不懂計算數學問題 沒什麼意見 難道要請邦華進去嗎? 陳凡那些當然是相信這些專家 我想說的一件事 編文章這樣說 香港人怕私隱外洩 不肯數碼,即是大陸的健康碼概念 現在在今年三月, 疫情爆發初期的時候 香港科學員一班年輕科學家 設計了一個名叫I-Bonus的 冠狀病毒數碼預防系統 進入酒吧、會所和體育館 或者觀賞球賽之前 所填寫的健康申報表一樣 只要在中端機上回答兩條健康問題 再嘟一下八達通 中端機顯示綠色就可以進去 顯示紅色即是你可能和確診者有所關聯 就不可以進入該場所 問題在這裡 香港人都有八達通 大家亦都不需要下載什麼apps 亦都解決了老人家不會數碼的問題 八達通亦都不會有名字 身份證等私隱 只要每個場所放一部拆卡機 進來的人嘟一下八達通便完成 只要在拆卡機樓下聯絡電話就可以 數據14天內亦都消滅 這樣當然不可以百分百隔絕高危人士 但是上述的數學題 隔低一部份便大大減低了社區傳播的風險 這也不是問題 我想這些事很多人都做了 但這個設計不單止是本地年青科研人員的成果 更加在五月在2020年的聯合國及世衛頒發的 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禦措施 得到最開解決方案的獎項 成為世衛一個可認可的專利 但是拿到這個獎項後 將設計推銷給政府 但是政府不做 最後批評你們的設計沒有科研的含量 將它蓋觀定論 但六個月後 香港政府推出一個給他們的設計 輪盡一百倍 累贅一百倍的安心出行系統 屈永賢小姐問 為什麼一個這麼好的系統不被採用呢 最後總是等於爆大鑊才時候補救 為什麼不想辦法早早預防呢 政府不是經常說要鼓勵年青人創新的 創新又如何 拿世衛大獎又如何 英雄有用無知地嗎 我看完也很感慨 因為媒體也沒有報道這件事 當然要檢查一下 是否真的在聯合國世衛委員會拿大獎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 香港政府真的有些問題 現在屈永賢變成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 在近幾個月 近一年 以十倍增速了 十年前的影響力是一周刊主編 他不是一周刊主編 副總編集 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應該是負責寫的 是 但現在不是自己寫一篇文章 最有影響力 現在就很有影響力 那 先不要介紹什麼黃絲藍絲的問題 但如果有這樣的事 真的離譜 首先 假設他真的有其事 他說這件事沒有科技含量 我不知什麼是沒有科技含量 他的意思是 整件事本來是沒有事的 關鍵是 他這個系統比安心出黑更好 安心出黑更多 安心出黑更多 所以整件事 如果聽下去 安心出黑更多 但是 我想香港政府官員 都對於整件事不太熟 所以我想這件事 如果說到背後 最重要是看看 他究竟在哪裏做 那個人不喜歡 因為是熟人 因為熟人 應該牽涉到一些 投底交易 抑下自己人 投底交易是沒有的 抑下自己人 就是這樣說 也不知算不算 有些台底有些台面 台底談好了 台面給予你 也算不理解 所以我覺得 安心出黑更多 一字的人 是否銷售到 而當時的狀況 就不一樣 現在的狀況 可能他 計劃避水時 正正是疫情最低潮 我以為沒事 這樣說 好嗎 我覺得有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 計劃避誰 如果你有計劃避 林鄭月娥和邱騰華 有好處 你代表KFM KFM都說不出事 不如倒下 第二就是 時間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 銷售的時間問題 就是 有一個人 條件很好 有一個男生 條件很好 然後追求女生 然後追求女生 但女生 當初 就預備考試 不想拍拖 然後 他想拍拖 突然間有一個條件 差很多人去追求他 咦 剛剛那天想拍拖 突然被承虛移入了 但他就忘記了 原來他可以找回 那條件很好的人 剛剛那人一進入 那個位 是中了 周時都會有的 他就忘記了 他那天知道嗎 他就忘記了 自己忘記了 即是很善亡 香港人金2億 剛剛已經忘記了 幾個月前 5月時有人提出 因為那時沒有人提出 現在那時的人說 其實是搞健康碼 大陸搞了健康碼 即是說 現在香港也提了健康碼 那兩三個月左右的事 但是5月的時候 大家還沒想過健康碼 沒想過這件事 那我就放開 剛剛三月的時候 他搞健康碼 他搞健康碼的時候 他忘記了這件事 或者這件事 根本就入不了 那件事 當初的時候 連入都入 都見不到邱頭華 好像是邱頭華 一天說 不如去搞安心長行 不如這樣搞安心長行 就可能安心長行 到最後 多數 以我對政府的了解 就是叫朋友搞的 那你叫朋友搞的 你不可能到最後不打算給朋友 那你叫朋友搞的 你不可能到最後不打算給朋友 我叫你搞 難道到最後 你做了出來給我之後 然後就說 不好意思 原來我們有個方案 是好一點的 不好意思 那我扔了百多萬研發 那怎麼辦 明白嗎 明白嗎 很多時候 我覺得這些往往是一些行政的失誤 本身那個機構的僵化 引致到這個狀況 你是不是要說 我想去第二歲的時候 大家在說科技含金量 較高的同心口罩 即是那一刻有同心口罩和這個 所以證明這個世界上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時間是最重要的 這些東西最壞的地方就是時間 對 還有真的科研含金量不夠 對嗎 同心口罩 中間有些銅離子可以過濾 剛剛寫的 你不想我提 那我也要提 那是吧 應該你又不說了 如果用了幾億個老友 我想當時的時候 你不可以用了幾億 你不要弄錯這件事 是 你是研發費和製作費 是兩回事 是的 好 同心口罩沒有花了幾億 如果說研發費的話 可能你製作這件事 到大規模製作可能會更貴 所以你不能把那些概念混合在一起 但問題就是 那件事 當時在五月的時候 仍然的問題 重心都在口罩上 問題是中心集 重心不是在健康碼上 現在問題就是整件事 為何不插出來呢 我想真正的問題 就是今月幾億的問題 是的 今月幾億的問題 同心口罩那件事 也沒有一下文 當時又說每個月 市民可以去郵局路一個 中小學生 現在也沒有口罩 一早說了 那也是 當時一早說了 那件事 因為大家都沒有軟件 但現在 金魚幾億 也是 金魚的軟件 大家只在眼前 只在眼前 沒有什麼 又資助了很多口罩廠 結果現在口罩又供應過成 大家都知道 50元兩盒 一早已經說了 不要資助了 搞口罩廠 大家是傻的 整班人 然後整班人 大家在口罩廠 整班人是傻的 英搞又不搞 到現在 你不要說政治問題 什麼了 你的健康碼都一定要搞 恢復兩地通關 經濟大名脈 打通任督二脈 那你就趕快 現在還要拖什麼 我都不明白 是不是 其他東西 你會打橫離 這些認真真的民生 你會打直離 我真的被你吹笨象 What wrong have I done 經常都說這個問題 我是打開這個節目 來罵你 那就趕快搞 多少人要通關 通關 大家有水到 不用旅遊業 這個大財源 頂得住 航空業頂得住 快點 我想開不開關 都頂不住 不過好一點 好一點 昨天的香港零售協會 亦都說 未來新一年過了年 可能有兩成人會被炒出來 最嚴重兩成店鋪會倒閉 兩成店鋪會倒閉 大佬 救命 大佬現在 那就趕快 你們的官員都想去日本度假 聰明爬 那麼多 現在做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到 香港立法國安法已經平靜了 全力打拼經濟 玩梅花的經濟 我經常都說 疫情死亡的人 跳樓的人更多 每天都有人跳 搞的 搞的 我都說了 搞的報告也要七個月 九個月 所以什麼都搞不定 馬馬正來做 學習鄧炳強 快點 一個禮拜開個案 其他政府部門 不要跟隨這個步伐 好 吵架 今天就這麼多 我們明天的新聞專題 大家再見 拜拜